音樂 大家都說你原住民應該很會唱歌 可是因為我其實不會唱歌 如果硬要說會唱歌 我大概只有唱傳統歌謠的時候比較適合 因為原住民的傳統歌謠 我就是在山谷或者是海邊對著峽谷 那個山谷這樣唱 嘿唷 嘿唷 這個感覺就會很合 然後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念淡江高中 淡江高中很多原住民 很多原住民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辦那個歌唱比賽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唱著那個張正月的愛我別走 所以我站在台上拿麥克風的時候 就用唱山歌的方式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唱到山谷去這樣 然後我還記得我唱完之後 下來的時候我高中的好兄弟跟我說 蘇塔 沒有人這樣唱歌 你告訴我你 你朋友要去哪裡 你在對腿唱 想辦法講出這些台詞 因為絕對沒有人想要看頭目好好的辦案 他就說觀眾很快就會覺得無聊了 所以我想說我在這些 我覺得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花了更多的精力去設計這些 講台詞 講這些專業術語辦案時候的態度 會不會 男生和事件 我未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